台铁的豪华观光列车明日号 11号上午行经了花莲南平到凤林路段时 一路疯狂的上下跳动 车轮甚至腾空了 让民众吓了好大一跳 台铁局回应 因为附近正在施行所谓的双轨化工程 才会影响到轨道 目前已经紧急派员去整修当中 我车上的驶进车站 下一秒整辆列车突然失控 不停上下跳动 呈现波浪状 仔细看车轮腾空 几乎快要偏离轨道 央起漫地的沙尘 列车摇摇晃晃 让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台铁豪华观光列车明日号 11号上午通过花莲南平到凤林路段时 一路疯狂跳动 目击民众将影片po上网后 台铁局回应 10号晚上之后 铁道局东风处 在执行南平万龙双轨化工程 在这个地方有施工 造成不慎去扰动到轨道 现场有10公尺路基软弱状况 轨道不平导致列车晃动 台铁发现异状后 立即派员封锁路线进行整修 并调降该处的行车速度 也在夜间养护时间 办理封锁断电 进行列车机械扎道维护 同时派员到现场 确保列车的行进安全 接着留级叫叶玉娜花莲报道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 买不起房只能租 但是引发纠纷了 在有女网友因为退租问题 在低卡发问 她说即将退租的房子严重发霉 向房东多次反应都无解 而且不清楚到底修上费用 到底由谁来支付 画面曝光网友说 天哪 这也太恶心了吧 根本就是鬼屋 好 另外来关注 这个设宅问题也不断 从大龙新城到明轮设宅 来到小湾社宅几乎都出现了设计不良的问题 像是在大楼跟明轮社宅都出现了严重漏水问题 迟迟没有能够妥善的解决 而最近启用入住的小湾社区 二楼的公共区竟然没有围墙防护 一不小心就会坠落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只能承诺说 他会尽数来改善 好 另外来关注了 这个从国外引进观赏的鸟类 白尾八哥适应力很强 在台湾几乎没有田底 各地大量繁殖 严重破坏了野鸟生态 而白尾八哥除了在故宫南院 制造脏乱之外 更会着实一些葡萄柑橘等水果 在彰化的大村乡葡萄农 估计全村一年损失超过千万元 他们说这种鸟就像是鸟界的黑帮 好 另外来关注了 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店家产业倒闭 如今就连西门町57年的民店 北平一条龙饺子馆 也不敌疫情宣布将在本月底 无限期停业 让不少掏客大喊不舍 纷纷赶赴内用 对此老板是表示 餐馆内员工打从二三十年前 就几乎没有换过 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入不敷出 赔了将近八百万 实在承受不起了 只好无奈贴出席登的公告 好 另外来看到 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西门町店家 在台南有一间 百年的虾仁骂丸老店 也拉下铁门要结束营业了 一起来看 又圆又大的肉圆 里面有猪肉 虾仁 卤蛋 超多馅料统统包进去 嘉义之间巨无霸肉丸超澎湃 一颗就够你吃饱 因为食肌不好 我们老板说暂缓涨价 我们还是维持一颗一百块 面对疫情业者不敢涨价 剪开仔细看里面的馅料 一颗肉圆就比一般的肉圆 要大上两倍 里头有干贝虾仁 芋头鸡肉丝 猪肉 香菇 卤蛋 一共七种馅料 老板用料实在 五年前从六十元涨到一百元后 一直凍涨 但台南这间近百年的 建国虾仁肉圆老店 上个月底就拉下铁门结束营业 让许多人都好不舍 那没有办法 没有人想继承 业者清晰表示 老板年事已高 又加上没人继承 只好宣布席灯 而在台南另一间 福全肉圆店 面对疫情也是改成外带 对于流失的人潮 也让业者非常无奈 大家都怕 你看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大家都不敢出来 你想到几成的整体 超过一半几上 疫情让店家业绩惨跌五成以上 有些业者改成外带 有些则远价动涨 业者苦撑 深怕疫情还没结束 下一个结束营业的就是自己 记者赖关张罗彩腰 台南嘉义报道 这一天有下雨 真的要特别留意 不管你是驾驾驶 还是开车 还是走在路上 交通的情况 真的要特别留意了 来看到 在台中11号晚间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有一名乡型车的驾驶 疑似就是因为下雨天 视线不佳 撞上了一名23岁的女子 导致这名女子 当场卡在车子底下 伤重不治 相信的情况 我们请玉娜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吊车慢慢将乡型车吊起 因为有位女子 卡在车子底下一动也不动 警销人员立即上前 确认女子伤势 乡型车车头凹陷 车牌对折凸起 保险感脱落 附近民众深夜 听到巨响也吓了一大跳 这起车祸发生在台中 污日环河路 11号晚间11点40分 一辆乡型车行进路段时 疑似因为下雨 视线不佳 不小心撞上一名23岁的女子 导致她当场被拖刑 约100公尺 伤重不治 警方会不会后立即到场 大体是在车子底下 刚刚才把他吊起来而已 目前名章透露 当时女子坐在马路中央 坐在路上 她看到已经来不及就对了 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高雄市的警方 11号下午行进了六合路口时 发生了一辆轿车行迹可疑 远警就上前盘查 没有想到驾驶却加速逃逸 过程中还撞上了路边一辆车 警方随后是包夹 将他拦下 才发现原来驾驶 他是一名嘻哈歌手 先前早已经有酒驾的前科 驾照也已经被注销了 这一回他又无罩 又涉嫌酒驾 然后又逃跑 就撤职高达了0.44 最后是狼狈落网了 警方上前来 查但驾驶却没有停下 直接蒙吹油门 加速逃 直接银色修旅车 不断超车 一路跑给警方追 驾驶为了逃跑 频频急转 就算撞上路边轿车也不停 被警方包夹 驾驶眼见无路可逃 才束手就擒 经过远警一侧 果然发现他就驾上路 原来嫌犯前一天喝酒 酒意根本没退 就开车上路 遇到远警盘查 心虚立刻露破 自小车车 为一号制回归左转 遇向前难查 该车本来示意要停 我们后来又加速逃逸 事发就在高雄市六合路口 嫌犯十一号 萨姆九户开车 还拒检赵逃 最后就测超标 狼狈落网 而根据了解 这名流行嫌犯是嘻哈歌手 早有九家前科 这回再犯还跑给冤警追 这下也得加重刑罚 就最好的 在新竹有一家小吃店 十号上午遭到不明人士 连续开车冲撞两次 还被乱撒传单 店内大部分的器具 跟店家的重机 都被撞坏了 初步损失一百万元 老板娘气的报警处理 而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是嫌犯跟前老板 有金钱纠纷 但不知道 这家店早就已经顶让给别人了 才发生了 这起乌龙的寻仇案 黑色轿车直直冲进棋楼 撞进店家 巨大撞击 瞬间把铁门撞凹 里头机车器具 撞得东倒西歪现场 一片狼藉 驾驶恶意冲撞后 随后下车又朝路中乱撒传单 恐吓意味相当浓厚 事发就在新竹这家小吃店 当时陌生男子开车 冲撞店家 老板吓得赶快报警 以为就此了事 没想到店面又被二度冲撞 事隔一天又来一组人马 再次冲撞店面 把店家身材工具毁损 甚至差点撞到人 经过警方调查 才发现嫌犯真的找错人 原来嫌犯 跟前任老板有金钱纠纷 但店面倒已在多年前 就转让出去 嫌犯没搞清楚状况 就胡乱寻仇 乌龙撞店这下 统统被依法送办 就做不到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 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高 杀